请问第一张的背景一定会跟别张背景不一样 同意吧 甚至第一张会跟最后一张 Thank you for your listening 或是谢谢观赏 是一样的背景 或者是通常最后我们就放一个愿景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怎么做这件事 首先来尽量跟上 检视投影片五片 1.请点检视 2.投影片五片 然后现在我要请你修改的是这一张 请注意只有这一张才叫标题投影片 好然后接下来我要放一个很漂亮的图片 当做是我的第一页展示给别人看 所以我会放我的文件里面的这一张 同意吧 对不对 好图片 它的主色调一定是用我们的深蓝绿 听得懂吗 好来请复制 复制这一张图片 然后回到我们的PowerPoint去做贴上 常用以下的贴上 然后请把这张图片 这张图片呢 请移到最下层 请搬到最下层 可以吗 移到最下层 请问一下 你觉得 你觉不觉得这个地方的颜色好像没办法跳脱出来 对不对 对不对 所以我还有一张 麻烦请把上面这一张 上面这一张 做什么事情 的字 加阴影 要加每一个都加 对不对 一字性 标准 加阴影 你有没有看到这样阴影 是不是让字好像有跳起来 好 那我们现在再去看 请问 这样子字 有没有比较清楚一点 好像还是没有 既然没有 我们是不是可以 直接在这一个地方 插入一个白色 听得懂吗 插入一个白色 好 来 插入 这是 还是在这一页 插入 然后 一个 矩形 这个矩形大小跟它一样大 可以吗 这个矩形大小 请问要填什么颜色 当然是白色啊 对不对 当然是白色 来 色彩选择工具 请吸白色 那它的边框 建议 就不要给它边框了 因为 我只是很单纯 这边有一个摆设 好 我现在呢 请把它移动 移动 移动 下移一层 滑鼠右键 移动 下移一层 下移一层 这可能要做很多次 干脆就移动到最下层 然后再把这个背景 再把这个背景移到最下层 请问一下 你现在这个字清不清楚了 很清楚了吧 对吧 大家都看得出来 按一下 以编辑母 变标题 样式 是不是看得很清楚 对不对 可是 可是我又觉得 不用那么清楚 所以 请把这一个白色 的颜色调整 例如说 30%的半透明效果 可以吗 好了 我们现在点 请点选这个白色 来 看一下 图案填满 然后 请选择 刚刚是不是用那个色彩 选择工具 对不对 请选这个 其他填满色彩 请把这个 透明度 设成30% 确定 有没有看到 这样子 我还是可以更 还是可以清楚的看到字的颜色 好了 投影片抹片 请关掉 这样有没有问题 其实 我会觉得说 这个上面太空了 然后 干脆 干脆 干脆把这个 反射稍微再往下降 所以去检视 投影片抹片 然后把反射稍微往下降 大概降到上面上面都留差不多大小的空间 我还要继续咯 我要继续咯 我要继续来去做最后一页 我要继续去做最后一页 最后一页叫做展望未来 通常我们就是可能会放一个 刚刚这边的什么 Security 反正就是大概会放那个类似像slogan的字 好了 好了 来 滑鼠右键 麻烦请版面配置为标题投影片 可以吗 这样你投吻 投吻是呼应的 还有这个标题投影片 可以用在一个地方叫做过场 过场知道吗 过场 想到各位 就是像我们在做简化的时候 我们会有那个过场意 就很适合放这样子 等一个 那个 好 可以理解我世界说的意思吗 这是最后 你也可以放谢谢您的伦品之类的 甚至或优人生之类的 好 好